美女你好 我看你形象好像蠻好的 都这么说 是吧 看来我也很有眼光 英雄所见略同 不知道你平时在护肤这块 是这个 会注重的比较多吗 还可以 你平时比如说 有没有对自己皮肤不满意 或者说 有希望自己皮肤 变得更好的地方有没有 有 有啊 哪里呢 比如说 长痘痘 是不是可能会留一些痘印 对 不过冬天可能看你皮肤好像是 应该是混合偏干 冬天可能两家会干 对 那之后呢 咱们这个衣卫师呢 推出了一个补水的套盒 它呢是 可以帮助你补充水酸 其实当你水分充足的情况下 你的水油平衡了之后 那你的痘印呢 慢慢的也会这个修复一些 那这个呢 咱们现在 好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你你你再上来 来来来 来 这位女生 你先说一下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她挺专业的 对 为什么你老说对对对呢 她的那个套下得那么准吗 对 因为女生了解女生 嗯 那你呢 我感觉就还差不多吧 不是 她刚才说 有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 她说 那 那那 那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我有女朋友 价值观很正啊 小伙 你有女朋友 你还老说对对对 就是配合一下吧 行 看着她还是有点本事的 谢谢你们俩 来 请休息 我觉得这个选手 何止有点本事啊 其实她那个 刚开始的破兵技术很好 真的 特别是那种 善用这种 夸奖的方式去破兵 就是一看就是销售的老手 对 而且她虽然很主动 但是她不会给人家 咄咄逼的那种 进攻性的那种感觉 她从前面的这种 询问客户的需求 到倾听和让对方 去敲单的时候 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觉得她还是一个 非常训练有数的一个人 但我就有个问题了 就是你看 你是全日制硕士毕业 这个学历还是挺高的 但是你毕业之后 你在一个就是花园品公司 去做销售做了两年 然后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你会从这个学历 去做这么一个基层的岗位 第二个问题是 你在那个公司的 学薪是五千家 然后你的意向企业 是我跟周伟这边 然后但是你的腰的是一万家 你中间这个 这个涨幅是从哪来的 我可能在以前 没有意识到说销售会怎么样 那会只是觉得 这个职业能够长期发展 因为它是你自己 给自己干嘛 所以觉得这个 因为女性要面临生孩子 比如说这个结婚 可能有时候你的这个职业 是有天花板的 那会是这么想的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在那底薪五千 好 我们这来 我在那没有 在那没有底薪 就你写的五千是什么意思 五千就是一个平均的吧 平均五千 凭什么到我们这底薪要一万 因为老板们有钱 我们人傻 钱多是吗 你那句话是开玩笑 还是这个 开玩笑 那真实情况是 为什么你要我们这要一万呢 那个10k加 并不是说是一个底薪 它是一个综合的薪资也是 但我们问的是 底薪你要多少钱 六千 还是要是高啊 对我以前是自己给自己做 那我可能比如说 我的时间上都自己安排 我可以理解 你那份工作是因为没有底薪 是自己给自己干 但你做销售做了这么些年 你不知道卖化妆品 其他公司的销售底薪 大概多少吗 我没有找化妆品行业的 我找到其他的销售 以他的学历和他的年龄呢 这个底薪六千块钱 没有问题 但前提是继续做 你曾经做过的工作 你身上的优点在于 你不油 我认识很多 做美容顾问的人 特别死缠烂打 你没有 我觉得他是蛮好的 我想就着刘佳的这个观点 我想问一句 我刚才一直有个疑惑 一直想问 那你讲 因为你看你一二年工作 现在一九年七年的时间 一个硕士 然后做到的 最高平均月收入 才五千块钱 所以其实我 刚才一直没有想到 我想你自己 能做一个纵监吗 其实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没有想过自己 将来要做什么 所以那会儿 在面临很多的决斗的时候 可能是 就是比较随性吧 我想跟各位老板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 给一个选手薪水的时候 我们一个是看他 以往的薪水 但更关键的是 看他整体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其实的话 我们看到他在 至少在顾问销售的时候 他把这一块做的 是非常的通透 所以我觉得六千块钱 这个价值的话 应该还是有的 其实你在场上 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 你为什么不选 贺东东那一家呢 因为你做过化妆品啊 他没到选那样 不是不是 他的目标企业是 抛弃了他曾经做过的 化妆品行业 选择两个 他从来没有做过的 我本身喜欢 学习新鲜的东西 我想换一个行业 去这个学更多的东西 对 谢谢大家